好的各位同學是亞當今天要教你們用一面牆 來去穩定你們的身體 你們都會有個問題對不對 就是在擠到球的時候都會覺得自己身體好像是上台的 都覺得自己的頭好像離開了原本設定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頭抬起來嘛 但這其實是脊椎的問題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用頭頂著牆 或者是用屁股頂著牆來去訓練你的脊椎角度 第一個 我們當然可以先做一個正常的站姿 正常站姿下去的時候對不對 你看喔 這個位置 記得不要用頭頂 你不會是這樣子 很多人是用這樣子頭頂的 用我的額頭輕輕的靠住 我所謂輕輕靠住 意思說你不會有加壓的力量上去 不能去依賴靠牆的壓力 你要做的事情只是去提醒你的脊椎到頸椎的位置呢 可以穩定在原本設定的地方 來去做旋轉 所以我可以先做抱胸的動作 OK 好 做旋轉 胸口轉動起來 屁股轉動出去 如果在轉動出去的時候當你旋轉到結束的位置你會覺得有一點點移動 無所謂 沒有關係 但至少在擊到球的那一刻也就是你的屁股轉開胸口正對著球 到這邊的時候你會覺得胸口正對著牆壁的時候你的 額頭都還要靠著牆壁OK 所以像這樣子記得不要加壓 輕鬆用額頭 OK 轉動起來 回去的時候對不對 用我的肚子往左邊轉動過去 到這邊過來的時候 不好意思 到這邊過來 檢查一下 肚子轉開了 胸口正對著牆 我的額頭都還靠在原本 碰著的位置 OK 再一次喔 所以轉 轉開 有沒有 胸口正對著牆 這個時候剛剛好會是最好的impact的位置 接著起來的時候跟著一點起來沒有關係 如果你太執著於 一直頂在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對你的下背對你的背 對你的脊椎其實都不太好 尤其每個no run都不一樣 可能對小朋友來講會覺得 我這樣轉過來都沒什麼問題啊 可是對如果成年人或者是筋骨 你的關節活動度還有肌肉 都沒有那麼軟的人來講就會很辛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我們會做另外一個練習 用屁股 不好意思有點喘 好 用屁股去碰著牆 好一樣記得我的重心是放在足弓的位置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不會放到後腳跟去 所以我的屁股往後放過來 這個時候我做好一個站姿的感覺 讓我屁股輕輕的頂著你的 這面牆 OK 所以接著我一樣 雙手抱胸或者甚至你拿球桿都無所謂 我可以感覺做一個扳回桿 轉動起來 這個時候我的右臀是不是會好像有一點點的 往左邊滑過去 接著下來的時候把我的屁股 放回剛剛頂著的位置 放回來 接著再旋轉過去 不好意思 有麥克風 再一次 所以 轉動起來 有沒有這個時候我的右臀是不是會頂著這面牆 不好意思應該說碰著這面牆 碰著這面牆 接著下來的時候對不對 我讓我的屁股放回來原本的位置 接著帶旋轉 有看到嗎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如果習慣了我的頸椎的位置 就是我的額頭碰著牆 我也習慣了我的屁股呢 可以在旋轉的過程當中 不會離開這面牆 我的脊椎就很穩定 我就可以去解決我會 急到球的時候上台的問題 OK 所以 會上台的動作基本上都是脊椎 不會是你的頭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還是打不到球 這上次影片有講過 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訓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來我做旋轉 右臀輕輕的幫我滑過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到 不是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到 好 接著呢 臀部放回左邊 然後呢 幫我擦牆壁 OK 這樣就完成了你脊椎角度的訓練 今天就先這樣了 謝謝大家